没有真 善是伪善 美是假美 没有批判都是虚伪的点赞 真实 真诚 趣味纯真 这就是我们的小观说 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期小观说 今天给大家讲讲日本的七宝 这个七宝不是佛教里的七宝 金银 玛瑙 珊瑚 等等 这是日本的七宝骚 最近几年很多朋友喜欢到日本来购物 尤其是东京的银座 在这条街上都是世界各大品牌的旗舰店 现在这条街超级多的我们内地游客 能听到各种方言 拉着大行李箱 手里拿着微信呼叫旅行团的团友 你哪来的 你去哪来的 你在哪呢 你干啥呢 就这样的 然后 众多的大品牌旗舰店 旁边有一家1880年创业的百年楼店 叫安藤七宝 在中日建交以后 日本首相访华经常送的国礼就是安藤七宝 周恩来总理 毛主席都收过这样的国礼 我们以前说过日本的传统工艺最有名是什么呢 金工石会七宝 今天就给大家讲那个七宝 七宝兽 有人说七宝就是景泰兰 其实呢 还有一点区别 等会给大家详细讲啊 现在 这个法郎制品呢 这个制造 这个源于这个公元前古波斯 成熟于公元四世纪到这个十四世纪啊 这个拜占庭帝国时期 然后啊 向北传播到德国法国经丝绸之路 一路向东啊 这个延伸到中国 并这个传到了朝鲜和日本 中国法郎器开始于元朝 就忽必烈时期啊 从西亚呀 阿拉伯一带呀 招聘了一批法郎的工匠 带着主要原料来到中国 专门为蒙古贵族制造 这比较华丽的法郎法郎器啊 金属胎的 先是在云南一带流行 后来就广泛的这个被认同啊 传到中原地区 元代法郎器啊 相对造型比较规矩啊 文字比较豪发 到了明宣德年间 这个记忆就开始成熟了 到了景泰年间达到了巅峰 它颜色呢 它主要以蓝色啊 为主调 所以大家都叫景泰蓝 景泰蓝啊 这个景泰蓝啊 只是法郎器的一种 就是掐丝法郎 这个乾隆年间 这个法郎又料从这个六七种啊 发展到十几种啊 景泰蓝的色彩更加的的这个丰富 漂亮 工艺技术也精巧了很多 景泰蓝制品在这个皇宫内非常多 我们去故宫旅游经常看 哎呦不错 全是这个景泰蓝的东西啊 从精致的这个 焉之河 大佛塔也有很大 还有这个仙鹤啊 各种各样 到了清晚期 这个中国解除了海进 开始大量和海外通商贸易 景泰蓝走出了这个皇宫 迈向了世界 这个民间呢 也有了上乘之作啊 不单单是这个皇家独有了 1904年 这民营的商号叫 这个北京老天力生产的这个 这个 这个宝顶炉 在美国芝加哥的这个四伯会 获得了一登奖 1915年 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 也再捧了这个金奖 中国的景泰蓝呢 从此这个文明世界 出口也开始增多 在这之前 很巧 1900年 日本的七宝烧 也在巴黎的万博 博览会上获奖 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次了 这个受奖了 各种奖励 所以啊 这个日本七宝烧 在西方人眼里 要比中国的景泰蓝还出名 但是日本的七宝烧 这个绝对是来源于中国的景泰蓝 日本最早的有证据啊 这个七宝的刀庄具 是安土陶山时代 这个平田道人做的一个刀庄具 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 是中国明代的这个后期万历年间 日本的安土陶山时代就是万历年 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吧 这个刀庄具 很明显就是虾思法郎的痕迹啊 这个非常像中国的虾思法郎 这个日本叫有线七宝 诱料呢 是不透明了 这和中国的这个 法郎的诱料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后来啊 在江户末期艾滋县这个尾藏集这个 他突然间啊 在一本书上 这本书是1570年出版的一本古书 突然间读到七宝烧的制作方法 觉得非常奇妙 然后就从此开始潜心的研究了 研究了这个七宝烧的技术 他以那中国进口的法郎小蝶为蓝本 经过了七年的路 七年啊 当时是完全没有参考资料啊 不像现在我们互联网一搜 就像小官说 死提白咧给人讲 没人听 那个时代可不是 没有资料 这七年完全靠无数次的试验得到的结果 终于在这个1833年烧之出了 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有线七宝吧 七宝烧 不过也有资料呢 他认为他是从荷兰进口的法郎小蝶上得到的灵感 这也有可能 因为啊 从历史资料上记载 日本当时是封关近海 一样啊 也是闭关锁国 只有中国、荷兰、朝鲜、琉球、四个国可以贸易 可以到日本做贸易 当时呢 还没有形成七宝烧 而且啊 这个伟长吉非常的勤奋好学 就像我们小时候似的 淘气 把一样东西 这个玩具啊都拆了 啊 然后重新组装啊 我小时候拆了 就装不上了 啊 这个伟长吉啊非常的 有可能是得到了中西方这个两方面的灵感 这个伟长吉受过这个很好的训练 也收了很多徒弟啊 这个都是七宝烧这个做出重要贡献的人 后来他的孙子啊 在这个篇头说的安腾七宝公司做了厂长 法郎器源于西方但被中国和日本引进 吸收和消化后 成功的创造出了这个 呃 东方情调的景泰兰和七宝烧 啊 在中国和日本 但是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非常复杂啊 我就简明扼要的说 这个景泰兰的颜色在表面 这七宝烧的颜色是在玻璃柚下面 啊 景泰兰呢 通体都布满了这个文样 这七宝烧啊 通常是在七屋的正面 啊 这个就简单的说一下吧 啊 呃 我们后面还有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有限七宝 日本叫有限七宝的一个 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给大家看 一会儿再详细说 明治时期 在德国的这个一个化学家 啊 啊 啊 叫 歌特 弗里德 瓦格纳 这个名字挺长 于这个日本的七宝的民工啊 并和静之 和韬川总柱 共同努力下 日本的七宝记忆达到了黄金时期啊 的发展时期 最主要的 是在这位 是在这位德国化学家的帮助下 研究出来什么了 研究出来黑色的 又药 的制作方法 那一旦又这个 底是黑色的 上面的浅颜色的 白呀 浅黄啊 就更容易表现 那现在给大家介绍这个七宝界的大牛人啊 其中就有这个 我刚才说的这位 并和静之 那他是1845年到1927年啊 这个这个 呃 非常清晰的啊 这个这个 年月啊 他是什么 这个是五藏国的 也就是现在啊 齐玉县人啊 出生于五四家庭 他是老三啊 1855年被这个清廉院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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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臣啊 并和静泉 身为养子啊 从此改姓并和 到了明 到了明治三年前后啊 在京都设立七宝工厂啊 他用这个伟长吉的有限七宝的技术 结合自己发明的这个黑色柚啊 黑色的 透明的柚啊 和精细制作的这个 这个 金银丝啊 这个掐丝的这个 这个 技巧 三年后 成功的制作出他有自己风格的作品 后来呢 和各种高人学习啊 学习七宝梢的技术 之间不断的对七宝的诱料进行改良 做出了很多精美的这个七宝啊 给大家看一下图非常的漂亮 他参加了1900年 就是刚才说过了这个巴黎博览会 并这个他的作品并被日本皇室收藏 成为这个明治时期高级七宝的代表人物 1896年和擅长制作这个无限七宝的这个川韬总柱 一起被任命为第四季一元 就在前几年2008年这个并和净之这个纪念馆 所藏的一百多件作品和图片还有工具等相关物品啊 用这个并和净之七宝资料被列被列入了国家这个注册的有形文化财产 其实啊我个人比较偏向于这个另外一个大名人啊 叫涛川总柱的作品啊 给大家看几张他的作品的这个图片啊 他出生于这个千叶县啊 是这个农家一个农家的淘气贸易商的这个孩子啊 1877年他参观了一回国内的这个劝业博览会 被这个法郎戏啊吸引住了 从此开始制作这个这个七宝啊 也可以说他是半路出家啊 两年后他在有限七宝的基础上啊 创立了相当于画法郎啊 怎么叫画法郎的无限七宝 再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作品的细节 这画片已经非常好 这个画啊有中国这个山水画的意境啊 水墨画的意境 在这个颜色的浓淡表现上处理的非常的好啊 因为这个只能看照片大家看不到实物 所以啊没有那么明显 如果看实物就明白了 哎呀上面这个浓淡不同的墨色就有好几种 而且啊这个颜色还是渐变的啊 这在无限七宝的这个烧制上是极难的啊 不可想象的非常难 而且画片啊非常的好 大胆的留白意境就好 这个意境非常的好啊 他也得到了巴黎这个万国博览会和这个1890年日本的国内劝业博览会的这个大奖 还有一位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叫父母装兵卫啊 给大家看图吧 这个父母装兵卫的作品也非常好 现在这个东西就收藏在我刚才说的安腾起宝店啊 这个当然明治末期日本为了出口做了大量的起宝啊 但是呢为了迎合欧美洋人的审美啊做的东西都非常花哨 我个人并不是那么喜欢啊 看来当时这个欧洲人的审美啊也是土豪啊 给大家看点图片啊 非常的这个反腐 就很像清朝乾隆时期的东西 我手里呢这个小盒啊里面就有一个这个七宝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黑柚啊 这个里面都是掐的银丝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 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细 叹为观止 我呢 我觉得啊 因为现在这个七宝烧的价格被严重低估 怎么说现在做一件都非常的昂贵 可是现在七宝烧价格被非常低的低估了 做的非常好 但我不是说宣传我要卖东西啊 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它真的是被低估了 因为它的成本现在去买一个新的都很贵 所以这个油料一看那个黑色这个油料再加上这个精细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时期 明治时期 德国人帮助这个化学家帮助做出这个黑色油料以后的这个明治时期的一段时期的 现在已经做不出来了 而且做出来也没有这么好了 其实七宝还有好多的种类啊 我先放下来 这个七宝烧不要经常拿手摸 因为手上有汗啊 我刚才做的这个不恰当的颜色啊 大家不要学啊 七宝烧啊 还有很多种 比如说镶嵌七宝啊 金属胎七宝 玻璃胎七宝 日本叫这个省胎七宝等等 详细的制作方法和图片我会发到小关说和公众号里啊 就各种七宝的图片 然后呢 刚才我给大家看了这个小盒里这个七宝烧啊 他就现在已经就做不出来了 现在的匠人啊 我也这个采访过 就说 他们说哎呀 这个东西用日语说就是做不了啊 这个太难了 啊 接下来给大家看了 这个 一组 制作的过程 让大家知道一个就现代的七宝啊 就没有到明治这么明治时期这么精细 都非常的复杂啊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个过程 希望大家 呃 和呢 有时间啊 加入小关说的公众号啊 我们一起来研究学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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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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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